书接上文 连生大师成了历史上第一个担任西陵神殿大神官的佛宗弟子后 没过几年就发生了烂科斯血案 当时神殿裁决斯大司座牵涉其间 连生大师商故旧之王远程其则 不顾桃山上下挽留 兼此大神官之位 飘然而去 就此归隐不知所踪 从此以后的修行世界里 再也没有连生大师这个人 然而连生大师这个名字 却依然在这个世界里流传 一直流传到了现在 在如今世界的回忆中 连生大师的身上 总蒙着一层慈悲却又神秘的色彩 慈悲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 神秘则是因为 他这光彩夺目的一生太过传奇 连生大师上文章 精于书末 苦行揽世间 尽思读旧书 修行无碍 在烂科斯中悟道 数年便入之密 佛法精湛 道门功法却同样精通 他是一代大文章家 大书家 又是佛宗山门护法 还是神殿裁决大神官 这样一个愿意亲近世间所有美 有能力 明悟世间所有法 勇于承担世间所有事 并且做得如此完美的人 以前从未出现过 也不知道以后可还会出现 在很多人看来 如此完美的人物 不可能后天修行而得 只能是天生奇才 所以后人才会对 飘然逝去无踪的他 留下这样的一句评价 西方有连 翩然 坠落世间 自生三十二伴 万伴不同 各为世界 他的法号是 连生三十二 他就像一朵 飘落红尘的白脸 每绽放一片如玉的连伴 便展现一种大能力 带给这个丑陋 污秽 肮脏的世间 一丝慰藉 叶红于难以压抑住 心中的震惊与激动 看着老僧 腹间的莲花手艳 声音微颤说道 弟子神殿裁决司 司座叶红于 拜见连生神座 桃山上下 都以为神座大人 你已经修行大成 羽化侍奉浩天去了 真没想到 弟子此生 居然由此负责 能够面见连生神座 宁缺听到连生神座四字 他看着白堆里 坐着的那名老僧 笑了起来 说道 原来您曾是神殿的 裁决大神官 难怪您想灭掉毛宗 可你为何又要构知 这样一个阴谋 去害我家小师叔 如果是我就算吃多了 也不会这样做 连生的脸上依旧慈爱 我不仅曾是 玄空寺手精脚坐 做过西陵 裁决大神官 我曾经还差一点 做了魔宗的大记者 老僧目光柔和 看着难眼震惊之色的 三个年轻人 缓声说道 回望我这一生 曾经亲自经历过 太多事情 便是自己有时深夜静思 也觉得精彩分成 但细细想来 我这一生 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还是拥有一个 像柯浩然这样的朋友 至于我为什么 想要他死 是因为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比谁都知道 他那一身 惊天动地的本事 青年时 我曾与他 在山野街相伴 而游数年 后来与他复健 赫然发现 他的本事越来越大 而他离那片漆黑的深夜 也越来越近 朋友有很多种 会要做的是 争有利有 柯浩然的本事越大 我愈发不能接受 他对世界看法的转变 所以我不惜一切代价 哪怕大爱平生所愿 也要将他 拖入这场血雨腥风之中 我宁愿他与魔宗 同归于尽 也不愿意 他堕入魔道 柯浩然入魔 这还是宁缺第一次听说 他心中小师叔的形象 永远是手持一柄青钢剑 喝天骂地 举世无敌 哪里能和魔宗这等形象 联系起来 因此他质问 我家小师叔怎么会入魔 老僧叹息一声 魔者由心而浅 任何人都可能入魔 他虽然从未修行过 魔宗功法 但柯浩然这等人物 就如同千年之前的 光明大神观 他不会为外物外因所获 当他拿起那把剑时 就已然成我 事然只知浩然剑 却不知浩然气 若日后你有机遇明白 浩然气是什么 大概便会知道 我为什么会这样说 宁缺隐约明白了一些什么 大抵是小师叔当年的境界 实在是强悍到不行 为求突破 或是在哲学上走进了牛角尖 便像千年前那名光明大神观一样 自创了浩然气 而这浩然气 却是浩天不允许存在的事物 就如同魔宗工坊一般 叶红瑜忽然开口 柯先生后来确实入了魔道 最终受天诛而死 宁缺愣着 然后像只被踩着尾巴的野猫般 蹦了起来 破口大骂 诛你他妈 对此 叶红瑜并没有暴怒反击 我敬柯先生 暂留你命 看着他的反应 宁缺忽然间明白过来 对方说的是真话 在书院后山 没有人说小师叔是怎样子的 但无论是师父颜色大师 还是遇着别的修行者 从来没有人提到过 书院还有一位小师叔 如今他终于清楚 原来小师叔 竟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离开了这个世界 只是 人终究 还是不能升天吗